48岁的台语歌王温丽友不必再问天了 因为她已经娶到美娇娘 只是她2022年2月悄悄登记结婚 2023年元旦采无预警宣布喜讯 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而且外界对于新娘所知不多 只知道她是圈外人 又因为当时还在疫情时期 一切从简 所以钱粹连婚宴都不办 身个人夫的她对于家庭生活十分低调 更未曝光老婆正脸照 被媒体问到太太相关问题时 霸气护妻关于她的事不能说 她的世界龙千玉也表示 又看过本人很美 温柔又有气质 恩丽友身个人夫两年多 婚后积极求此的她 本打算生个兔宝宝 不过近日 她现身记者会表示 至今还没有好消息 对于做人进度不只努力 而且还尽力 拜助身娘娘 看中医等等方法都有试过 此外 相当注重太太隐私的她 从未公开对方正脸照 仅在社群曝光测脸婚纱照 对此 恩丽友表示 这就是我的坚持 我希望她能好好买菜 喝咖啡都不要被打扰 老婆也特别交代 关于她的事不能说 提到近况 恩丽友分享新专辑即将推出 除了盲心马演出 日前趁空荡到屏东 墾丁等地趴趴走 放松心情 也会抽空回彰化 陪伴百岁阿公 享受祖孙亲情 笑说近来家庭生活 被阿公频频关心 她经常摆出抱孙子的肢体动作 并问有消息没 我会继续坚持努力 完成这个神圣任务 恩丽友原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 本名温潘斐 她七岁时就得做手工贴补家用 父母为了挣钱北上 所以她一直被寄养在彰化县秀水乡 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儿时的她与母亲感情交好 与父亲则比较疏离 母亲发现她有音乐天分后 想给予更多培养 但因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而作罢 因为当时放学后 要协助负担家庭生计 虽然外公外婆给了满满的爱 但少了双亲的关怀 还是影响到了她的性格 令她自小就郁郁寡欢 甚至还产生了自卑心理 之后 她便随父母搬到彰化市一起生活 初中毕业后的她 白天在吕门窗工厂上班 晚上就读于彰化师大复工进修部制图课 并担任了乐队指挥 高二那年 在同学庆生会上 她无意展现了好歌喉 随后又参加校内歌唱比赛 并顺利夺得第一名 自此之后 父亲也看到了儿子的歌唱天分 为了让儿子更上一层楼 便帮她报名歌唱训练班 每天受训八个小时 也由此开启她的歌唱生涯 后来在1995年 她以本名参加三菱卫士 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摄青组比赛 未免时官即败震下来 观众不舍 要求再给她机会 而这也让唱片公司 看到了她的才华 有意向她签约 却因她要入伍当兵 而暂时歌制 两年之后 她退伍了 在大吉唱片旗下 经典专辑中出世提升 一年自取一名 温利友推出手装个人专辑 专辑中还有与于天 和陈亚兰的对唱 宣传期间 于天更陪她一起跑宣传 但手装专辑并未受到青睐 为了生计 她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卖大闸蟹 以及销售保险 当时穷到一餐 只能吃一颗茶叶蛋果腹 长期失智的情况下 她越来越沉沦 进而陷入忧郁情绪 无法自拔 甚至还有长达七年的酗酒恶习 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她回来 还准备滴险汤帮忙补身体 她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甚为自己太不孝 从此之后大门初醒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2003年 蔡小虎偶然听到她上歌唱节目 对于她的声音颇感兴趣 本想直接签下她当艺人 但后来还是决定 把她推荐给好几唱片 此后 苦尽甘来的她 终于以妈妈的背影等歌曲走红 歌声传播了大街小巷 台语歌王温丽友自出道以来 感情世界相当神秘 她过去曾跟谢晶晶黄思婷传过绯闻 不过之后就都不了了之 前不久突然宣布已经跟爱妻Emily登记结婚 至于是不是分子成婚 对此她透过经纪公司表示还没 恩丽友在脸书向歌迷分享谢谢大家 我结婚了 未来请温太太多多指教 并同时晒出婚纱照 但除了她自己正脸 Emily的脸都只有一半 虽然可以看出来是个漂亮有气质的女生 但Emily的年纪背景 恩丽友都相当保密 不过虽然如此 爱妻手上的巨钻还是没能藏住 恩丽友对老婆的爱意 而她之前就曾无预警 发出已经订婚的好消息 引来外界讨论 前段时间有一名大陆女子 在个人社交平台爆料 恩丽友是我先生的好朋友 她现在订婚了 而且该女子账号中 有许多与恩丽友商演侧拍 与探班的合照 以及抱着小孩多次和恩丽友 续信的截图照 有网友好奇问说 这是你老公 该名女子则留言澄清 恩丽友是她老公的朋友 冷不妨又补了一句 我先生的好朋友 她现在订婚了 意外曝光 恩丽友好消息 由于该女子账号中 有不少与恩丽友的探班合照 视讯截图 双方看起来有着良好交情 也让爆料可信度提升不少 恩丽友曾与谢晶晶 被短暂传出交往仪式 当时恩丽友 已是台语歌手界的天王 也得过金曲奖肯定 年纪四十多岁的她 常被妈妈催促着赶快结婚 虽然也渴望恋爱 但因为长期都在进行商演活动 工作满档叫没时间 后来被发现与谢晶晶 一同现身影城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关系互动暧昧 据媒体报道 当时她打扮朴素的 现身性仪威秀影城 身旁则跟着长发飘逸的谢晶晶 两人一路上相谈甚欢 互动非常自然 散场后 她也耐心地等对方上厕所 就算已经看完电影 也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附近散步聊天 互动就像感情 正在门牙的小两口 随后 谢晶晶被问到与南方的关系 她表示看电影 是她偷偷地买好票 然后主动邀请的南方 主要是为了感谢对方 平时对她的照顾 也暧昧地透露 她就像大哥哥 未来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 雨带保留 并没有把话说死 恩利友则认为 她是个可爱又懂事的女孩子 对于妈妈是否重义女方 则笑而不语 没有正面回答 谢晶晶 与向惠林谈到恩利友 更大赞她是善良又优秀的大哥 百分之百相信她 不过后来两人便也没有了下文 恩利友前两年传出登山跌伤的消息 被 1-上下床举步维艰 也无法久战 开直播时更是被眼尖网友发现她的脸不时抽动 她则表示自己歧视罹患绝症 她透露自己常年饱受肝炎症所苦 因此眼睛会比较干涩 更坦言近来没睡饱 表示直播结束后就要点眼药水小睡片刻 有粉丝问到最近是否会开演唱会 她则表示要等这次疫情过后再规划会比较安心 事实上 恩利友2020年时曾透露从小就患有肝炎症 十多岁到眼科就诊时 医生告诉她这是肝炎症 她当时还问医生是否能治疗改善 起料医生却直接告诉她 这种并不会好 你这是绝症 让她当场吓坏 而她也无奈表示 以前出道时一紧张 加上摄影盆灯光太强 眼睛就会觉得又干又烫 仿佛有灼热感 平时则因干眼症缘故 眼睛长干涩 会让你觉得仿佛没睡饱过 此外 她直言有时受访会不自觉的眨眼 让她相当困扰 事业发达后 她也不忘奋献社会 曾捐出420万元帮忙流浪动物 出道20多年来 恩利友从未出现过负面消息 但之前却被鸡排妹指控 对其动手动脚 使多年建立的良好形象门上阴影 据悉 在主持尾牙对稿时 鸡排妹确认只要介绍恩利友 从主桌走上台 自己就可以先退场 两人不会有任何交集 不过就在她介绍恩利友上台后 恩利友便叫住她 理由是穿着一身红旗袍的鸡排妹 和穿着红西装的她服装相衬 所以希望她能站在台上陪她唱歌 她还询问鸡排妹会不会唱自己的歌 鸡排妹正好不熟悉 但她不死心 继续问鸡排妹最近唱过什么歌 鸡排妹达广岛之恋 她就在没有卡拉带伴奏的情况下 要求直接合唱 虽然鸡排妹不懂这段脱稿演出的用意何在 但仍陪她唱了一段副歌 她还故意改了歌词 把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改成想你 尽管如此 鸡排妹只能无奈继续唱完 好不容易结束对唱 恩利友还开始跟她攀谈 而且越靠越近 就在恩利友想举起靠近她的左手时 左前臂突然划过她的屁股 此举让她当场愣住 不敢相信自己身后传来的触碰感 而恩利友仍大力称赞她主持表现好 最后甚至还说要为她开公司 她对这一切完全不解 而恩利友熟练且镇定的模样 也让她怀疑对方这不是第一次 而成为自己开公司 可能也是为了在尾牙上吃豆腐 此事发生之后 恩利友所属的豪迹唱片 曾发表声明 表示她相当尊重异性演出者 舞台效果都是要让演出更为生动 并再次强调她自出道后 洁身自爱 尊重女性 她本人后来也召开记者会 强调当天绝对没做出 划过屁股的骚扰动作 还说大家都很喜欢她 那天气氛很好 一切行为都是要捧她 谈及改革子仪式 她解释道 出道以来也遇到过被对方改歌词的事情 出发点只是希望大家兵主尽欢 借此创造业务回流率 另对于鸡排妹指她喊出为对方开公司的话 她说是被断章取义 因为鸡排妹很少出来 一往跑活动遇到其他艺人都会互相夸奖盆唱 但尽管已经出面解释 但还是影响到她的心情 甚至还受了四斤 妈妈舍不得她受委屈 而她只会这些小事情 自己可以处理 当时她还提到录音时被歌词中的牢牢二字害惨 舌头疯狂打结 只得停工两天暂缓心情 心疼抽掉这两个字后才顺利完工 也借此表示面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坚持 还被朋友调侃说这样很累 但她又说因为这样的信念 才让自己能坚定的面对人生 事实上恩利有多年来 非但从未爆出过负面消息或绯闻 而且拥有着好人缘 如今的她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也希望她和娇妻能早日传来好消息